真的是不够了解 很多人因为没有真真正正的像我这样 就是比较深入的来到台湾的各个阶层 然后大家聊天啊 还有观察啊 所以很多人他只是看表面 然后只知道台湾有民主选举 每个人有一人一票 香港人没有 所以我们非常羡慕 但是我们羡慕之余的话 我们会发觉就是我们对台湾的真正这个民主的进程 还有当前发展到什么程度 基本上我们都不知道 不了解 真的不是不了解 那我们刚才说到了就是台湾的这个 人民的素质 跟这个政治的体制的发展 好像还没有对接 还没有跟得上 这个完全是因为 其实当时国库孙中山他设计这个制度的时候是有三个阶段 三民主义 要经过训证 训练 训练 训练了以后才能走入民主 那结果现在台湾并没有经过训练的这个阶段 对但是我要打断一下就是我们民国的时候因为其实这个教育程度啊整体的教育程度是非常低的 低 百分之九十多以上都是文盘 都是没有文化的没有读过书的 那跟我们台湾的现实情况又相差很远 我们台湾的话呢 像我们真正的第一次的这个民主选选举总统选举是1990年 对 对 那那个年代的话台湾的这个教育程度啊普遍的教育程度应该已经很很不错了 已经不正轨了 对已经很不错了 那跟民国的这个比较的话呢应该来说有一定的相差 对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不应该用民国的那个标准 对 来去衡量我们台湾的当时的现实 对 应该要区分来看待 对 应该用台湾的当时的实在的情况 实际的状况 对实际状况 就像现在 很多这个比较民主先进的这些人士啊 嗯 他一直在骂蒋介石啊 蒋经国那时候戒严啊什么啊 对 很严格啊 对 但是如果你用当时的台湾的状况 嗯 来设想他那时候的政策 你可能不会那么激烈的去去反抗他 对 因为那个时候切切实实台湾 战后台湾是 民生物资是完全没有的 嗯 民生非常萧条 嗯 再加上那时候 中国大陆他一心一意就是要拿回台湾 而且当时 嗯 其实我们在研究历史的时候 我们发现 在对立抗战的时间啊 中国大陆这个共产党他就 派了很多间谍埋伏在国民党内 高阶层 甚至有人还说蒋介石身边 秘书都 都是他 都是共产党的间谍 是 所以那个年代 嗯 其实朝暮街兵 是 毁敌坐在身边 对 切切实实也是这个样子 对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为了要让台湾稳定 嗯 免不了 在那个时候戒严的状况下 嗯 手段会比较激烈 对 而且也造成很多严厉 这都是事实 是 但是 如果我们用 比较宽容 宽容的心去想那个 嗯 那个年代的状况 一个指正者 嗯 为了要避免这些问题的产生 避免这些毁谍啊 中国大陆来啊 没错 这些问题的话 他可能 可以做了过分一点 对 那我们现代的人 不能以现在的 没错 这个人群标准 对 人群标准 人群标准 这样才公平 对 没错 但是 我刚才有提到说 台湾就是 开放的太快 嗯 台湾的民主饲养 还没有达到 那样的一个程度的状况下 马上开放的跟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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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在 发展民主的时候啊 嗯 他们也是一步到位的哦 你像美国 啊 美国的选举 对 他也是一步一步到位了 美国当初 刚开始的时候 他的教育水准 刚开始 可能也是 可是 不过 他是 呃 一个移民国家 对 有希腊的很多欧洲很多人才 他们的 可能他们的 呃 总体的平均水准 嗯 数字 平均数字 会比较高 所以的话 他发展 的起步点 也比较高 对 啊 这个是 也许你这个质疑啊 你说 台湾太过快一步到位 这个质疑 我经常也会在我的脑袋里面 会在那里思考这个问题 呃 民主到底是要真的 我们的经济 经济实力 我们的每个人的收入 我们的生活水准 要达到一定的程度 然后呃 呃 这个教育程度 也要达到一定的程度 然后才来发展 嗯 还是 不需要 这个问题真的是 也是大家应该好好的去 去思想的问题 我个人是 我认为说 一定要达到 知识水平 知识水平 达到这个程度 才去发展民主 嗯 因为民主你到了那个程度 去发展民主 还是要经过正通 嗯 因为不习惯你这样的一个制度 你要知道 没错 在欧洲 希腊 嗯 嗯 三四千年 三四千年 就开始就 罗马他那时候也是用投票的 没错 他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其实我们古代的时候 这个 呃 所有其实全世界古代的时候 这个 呃 这个 部落社会 他们选首领都是民选 对啊 对啊 其实我们人类 我们只有有这个明显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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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传 那中国是到了 有这个利益 有这个文化 传统 你看遥顺时代是让 让险吗 险让 对 险险不险 遥顺时 有没有遥顺不知道了 这个只是一个一个传说 但是总的来说 这这这套传说到底是呃 后来文人加上去 要证明 我们我们中国文化也有这么优秀的文化 是不是 他关键在于哪里 关键是到底是真 是真的 是真的话 真的话 那到后期 对 我们从有文字记载 以来 对 对 对 那忽然间开放 对 而且一开始就是一党独大 嗯 那这些 不同意你意见的人 对 他再怎样去努力都达不到他想要的 嗯 所以他就要用非常的手段去 夺到这样的一个东西 嗯 所以 一开始 政党开放 嗯 第一次选几 嗯 坦白讲那个第一次 台湾第一次选这个总统啊 嗯 我看来实在是 触目惊心啊 太吓人了 嗯 你当时是在做什么工作 30 30年前 我在做生意 做生意 我在做生意 你作为一个商人吗 那时候没有啦 20几年前啦 19 1990年 90年 我是19 30 30年 刚好30年 我是1993年 嗯 没有那么久啊 19 1990 30年 30 没有啦 20年啦 30 30 30 1990年 30 现在2020年 没有那 那个 没有总统执行 你回来就是20年了吗 我知道啊 1990年是李登辉 现在30年了 你登辉第一次选总统 第一次选总统 那时候还是渐渐先进 哦 那是国大代表选 哦 国大代表选 哦 国大代表选 国大代表选 那机关派过去了 乔委会 过去 哦 交了嘛 那 我是1993年 迪回来的 回来的 嗯 那时候好像还没有值钱啊 哦 还没有值钱啊 是 那 那个 所以呢 第一届 第一届 那个 陈水扁 嗯 嗯 跟连战在选 嗯 嗯 李登辉直选总统的时候 那个时候不激烈 嗯 因为是一面倒 没对手 嗯 一面倒 嗯 到了 等于是 明显的第二届 就陈水扁 跟宋楚瑜 跟连战选的时候 嗯 才会 那时候很激烈 嗯 而且手段 嗯 非常 安慘 我看来很很安慘 都是这样 都是这样 都 怎么讲 嗯 看来根本就不是民主 社会 该有的一些选项 可以这么说吧 就是西方好的东西他没学到 对 那些不好的东西他学得足 哈哈哈 那个 攻击 而且用的 政策买票 什么 买票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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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你从那个去看 那为什么民进党会 用这么比较激烈的手段来 选举 嗯 我选不赢你啊 对 对 我有很多理想 嗯 其实对台湾是好的 是 但是 因为我不执政 所以永远都达不到嘛 没错 没办法施政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可能 为了要夺得政权 就用了一些非理性的一些 语言啊 非理性的一些动作出来 嗯 所以还是要经过政策 对 那 选到最后 是好一点 坦白讲 选到最后 现在最少 骂一骂而已 嗯 那以前很激烈啦 嗯 哈哈哈 打架了 激烈到打架了 打架了 所以 嗯 民主的进程 是要有阶段性的 没错 没有办法移到 呃 选票 每张选票 可以 一下子交到你手里 嗯 但是交到你手里以后 这个选民 他到底 有没有好好的去运用他 对 有没有真正的把这张票 投给 我们应该要投的人 投给对 投给对的人 尤其中国人 是很重要 嗯 尤其我们 台湾 在台湾的中国人 嗯 这种 情感的因素 很重 嗯 你看外国人讲情 台湾讲情理法 情理法 先讲情 再讲道理 再讲法律 外国人是法律情 法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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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法律为优先 在不为法的状况下 才讲 就像我们香港人也是这样 对 法律情 法律情 我们都把法犯在最前 台湾是情理法的 哦 反过来的 反过来的 尤其在嫌疾的时候是 非常明显的 你要嫌疾 嗯 特别想选 选乡长 嗯 体现的淋漓禁止 淋漓禁止 乡长 我在大学讲课 有时候也会讲到 相关的议题的时候 也会稍微提一下 嗯 你要嫌疾 嗯 先 困釉困自己 嗯 第一个 口袋过不够深 嗯 再来以后 你的情 嗯 几个情的这个方面,过不过 第一个,同中,我姓苏,这些人姓苏 可能会支持自己姓苏的 一般都会比较倾向于支持他 当然不是百分之百,但是起码百分之八十啊 同中,同乡,同学,同事,同号,五个同 同中就是,都是姓苏的嘛 同乡,尤其我们整个村庄 我们一选举,我们村庄也不要讲什么话 百分之九十,九十五,都是选回你们自己 同村庄,同乡,破到大一点就到了 所以我在看那个乡长选举 他们或者说那些地方的那个 你们叫民意代表 我去看他的那个选举的那个投票 他们自己村的,自己乡的 都是占大部分的 然后,其他才分出去 也给其他的人 他自己的都是占大部分的选票 第三个是同学 小学同学 初中同学 高中同学 哪里同学 同学 也比较倾向支持同学 同事 我再拿一个单位跟他同事过 我支持他 对,我们这种轻缩 轻输 轻缩 轻缩的这种概念 太严重 再来 最后一个,同号 对 赌博有没有赌博的朋友 赌博的朋友 赌博的朋友 我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我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我们这附近有一个 你呢 我们不能讲名字 这个 他一开始出来选 县议员 然后后来选省议员 后来做到立法委员 他怎么出生的 是 他们有一班人就是赌博的 哦 把领导 嗯 领导 我不知道你们那边有没有 这个 骰子用转的 哦 他们有一班人 嗯 结果 那个时候坦白讲 早期这个 风气也不好 嗯 警察 老师要接还要抓 嗯 所以他们就 想 如果我们 推一个人出来选 议员 嗯 应该警察 比较不敢来抓 哦 因为 警察级的 有背后 有司令 警察级的经费在 县议会啊 哦 那推谁 我们推这个人 哦 这个女孩子那时候 比较年轻 嗯 推他 嗯 就他一选都上了 哦 为什么 我们这班人每一个人 出钱出力 停他 所以这个就是 是同好啊 哦 你这个例子非常深刻 还有一个 这个我都亲身经历了 对 喝酒了 我二哥 这个我自己哥哥 奖杯玩笑 啊 他也很豪爽 他很豪爽 也会喝 嗯 他没事就是 裸壁大 这路边摊啊 他 看到朋友 他就下去了 就跟他喝两杯 哦 人员很好 哎 他前几的时候 他就讲了一句啊 嗯 那些划钱啊 台湾这个喝酒 都有划手钱嘛 划钱 那些划手钱 划输我的 支持我 我就上了 嗯 这是不是喝酒也有同好啊 嘿嘿嘿嘿 所以同好 同学 我这一次 嗯 支持这个 这两年前的 这个 现场选举 我就支持李靖雄 为什么 其实我是蓝的 蓝 我是蓝天的 但是为什么 李靖雄是民进郎啊 为什么我支持他 他跟我是初中同学 哦 还有点 小小的先机关系 嗯 这个不能不支持 一个同学 一个先机 哦 所以 一定要支持 那你现在说出来 你是蓝的 你不怕 哦 不会啦 台湾讲蓝讲的 你无所谓 而且我很多朋友 都是利的 都是好朋友 都是 其实我们 不嫌疾的时候 都是好朋友 都相安无神 只有嫌疾的时候 你是蓝的 我是利的 平时相安无神 台湾是很奇怪 对 我在台湾我接触到很多朋友 大家虽然政见不同 平时大家都不聊 不聊这个话题 不聊政治 大家都是还是好好的 我们也会聊 但是我们 不会激变 除非 一些这个比较激烈的人以外 其实我们聊都很 点到为止 平心静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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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会有 不会伤老金 最好就是不要伤感情 对 因为政见不同的话 其实可以交朋友 大家最重要的是什么 讲理 对 你讲出你的道理 你为什么会支持这个 你为什么会支持这个 政府的工作 对 然后他为什么反对这个工作 反对这个政策 对 你要说出道理来 而且你是要有理有据 那 你不能就在那里扣帽子 很多人扣帽子 然后就说你不对 又说不出道理来 能够这样讲道理 对 自己 我为什么要支持他 对 把你的观点 对 把他的理念 融合我的理念 讲出来 然后互相探讨 没错 没有及格 怎样 我有一个 从初中到高中 都 都